被誉为摔角界百年难得一见的一才 拿过新日本IWGP重量级王座七次的纪录保持人 彭乔洪志首次挑大梁主演《我的爸爸是坏蛋冠军》 在摔角迷疯狂敲碗下 伴随着热血的汗水与感动的泪水 终于要登上台湾大荧幕 本片改编自日本畅销儿童绘本 书中的英雄角色飞龙乔治正式以彭乔洪志为原型绘制 而他也笑说其实在收到角色邀约时非常惊讶 因为我一直以为会找我来演超级英雄的角色 《我的爸爸是坏蛋冠军》 完全颠覆彭乔洪志现实中的爽朗形象 在片中饰演一名因负伤而暂时隐退的王牌摔角兽大村笑致 但一心只想重回擂台的他 选择戴上坏蛋的面具 成为朝对手喷辣椒水 无恶不作的蟑螂假面 然而最痛苦的并不是观众的虚声 而是无法向儿子祥太坦承自己的职业 同时还要面对膝盖旧伤的复发 彭乔洪志完美地演绎了游走于家人与工作之间的冲突与抉择 令观众直呼根本是日本版巨石强森 这次儿童绘本能被箱中改编成电影 最大的功臣其实是彭乔洪志 当导演向摔角杂志取材时 听说彭乔洪志私底下曾多次到自己孩子的学校 念绘本给小朋友听 而此书正是我的爸爸是坏蛋冠军 制片也在阅读后认为男人奋斗的巫女 加上家庭题材的故事 会中 而后不仅顺利取得翻拍权 上映后更是家庭如潮 观众被父子之间的亲情戳中泪点 更大赞为了梦想越挫越勇的彭乔洪志实在帅度破表 而彭乔洪志第一次发现这本书时 便认为故事处处充满共鸣 对于完全不认识摔角的人来说 这正是让他们对摔角产生兴趣的好机会 他也从现实中念绘本的爸爸 一跃成为故事中的主角 与实力派女演员木村家乃饰演夫妇 加上天才同心四甜心助阵 我的爸爸是坏蛋冠军将于一斜线18在台上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